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现在在试驾桩呢 这光线还有点什么啊 跟大家聊聊 昨天有车友问我 还是咨询我 买房车的事 今天咱们再好好 深度地聊一聊这个关于房车的事 现在你看 大家也能接触二手车的也知道 卖二手房车的人有多少 每台车 要是C型车 40多的 赔个10多个呢很正常 这个呢就是 包括昨天那个朋友后来车友问我说你他说你说 我是买C型那行买B型那行我说你这自己都没个 没个准我说你这你肯定你上那你这是上当的节奏 首先啊 给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多人 买车有的 他昨天给我发了一个 跑了1300公里就要卖 一个B型车 我说你没问他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卖啊 他说问了人说那个当时车型没选对 我说你看这就是你所以说呢 你不要去想象 我想象什么样 我给大家最切合的实际的就是你租一辆 比如说你想买B型车 你先租个B型车 你再租个C型车 你不用多了一个你租两天 一台车你租两天就行 你在里住一住你试一试 然后你再再入手 这个是小钱 你不要说你不花这点小钱 花了这个小钱 能给你省下将来的大钱 现在我跟你说 你就买个十多万的拖挂 一卖最少赔一个三四万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就是你不管你用没用 不管你跑没跑 就说你今天挂牌明天你再卖 最起码你的付加费钱你都出不来 所以说那个这个房车这个东西 慎重 不是说哪个好 说B型的好 C型的好 你就看 哪个 适合你 你是怎么样的玩法 你玩第一年跟玩十年 他对车的要求也不一样 你是玩一个月跟长年出去玩 对这个房车的要求也不一样 所以说呢你不要 你看你就取决于你怎么玩 你还想带步 还想啥 你更偏重于什么 你主要是这样 关于现在房车的配置 其实现在配置都差不多 因为现在厂家 出厂的时候 把这配置几乎都上 上满了上足了 因为现在没比着 然后这两天看那个房车着火的事了没有 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看 海南这个 应该是 活动的 移动的锂电池 拿着车充电 充着了 所以说这个 现在这个 关于房车这个安全 你 这还是放在第一位 昨天我在高速公众 昨天去了上乘德 有点急事 回来我在高速公众看到一个 拉着的一个小的 V型的房车 将来这个 V型的房车 其实厂家 你可以考虑 因为有的时候就老两口 因为你说你买个EV 都40多 有些工薪阶层的可能就是花个10万块钱 安装一个 就俩人出现 有个小V型 其实将来 包括当时日本人个比较矮 日本台湾 通过这个接触 通过这些资讯 就是这个V型的小房车也 挺流行的 咱们中国人受这个教育思想 就是什么都要大的嘛 房子要大的 车要大的 啥的 就媳妇要小的 别人都要大的 所以说 够用适合就好 不要 一拨风的跟着 现在厂家也是一拨风的改 大家也是一拨风的大水大电 其实这是都是错误的 以后随着房车营地的增多 呃就是这个慢慢的这个 这方面肯定会会 会上 拉上来半吨水 你想想 车也 增加了自重 增加了油耗 增加了危险 刹车距离 这都增加 慢慢的这块都都会 会改变 别一拨风的改 一拨风的上 这个 对微型房车将来也会有一定的市场 其实大家现在要没有 几乎没有 车厂家造微型 就是要的 就是大 车要大的 6米不行 还要7米 哎 关于C6驾照这个事 我这两天不是4月1号就能办了 到时候我去山东那看看 到时候再给大家详细信息 别 别 道听途说这个事都不准 我对也不喜欢这个 到时候我落实了 我先去办 把它 这一个程序办 因为我也要办嘛 办完了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 搞个 因为咱们这会员一直让我说搞一个那个 大家组团去 去 去考去 等着看看 他那个现在已经说是3180 价格是这些 但是究竟什么样 不去也不知道 等我去了印证好了 到时候你们就等消息吧 过了4月1号我就去 山东 我找 因为我找他们 也是找的厂家联系的 我厂家联系过去看看 把它落实了 做 做一件事 就把它落实一件事 别弄得晃晃晃晃 不准了 好来就说这么多吧 就是你买房车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 别听 自媒体的说 别听我瞎说 你就是租一辆 你只要你不买偷挂 你买偷挂 你租个偷挂 偷挂怎么这有市乘市价的 偷挂这下个月去草原 市乘市价的车都有 然后你自行的 那个 油厂家在提供 到时候看看 能不能到位 他说现在生产不出来 这样呢他提供了市乘市驾车 你市乘市驾试住着 然后你再决定买 不要慌忙的就买 就上房车点转了一圈 到车展上 直接就定了 其实你那是错误的盲目的 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寡的的 到时候把它落实好了 针对于自己 买一个称心如意的 别稍微买个三年两年再换 那玩意 那是这个 钱受罪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白白了 买车之前一定要租一辆 十几天 这个是最靠谱的 没有皮质再靠谱的了 白白了白白了 是最靠谱的 还是最靠谱的 就是最靠谱的